人行道上全新的人孔蓋 不用花太大力气就可以拿起来 这些是花蓮收复乡平和村的阿吉都曼社区 正在进行人本环境改善工程 工程接近完工却发生人行道被泼漆 甚至人孔蓋被偷 而部落大多是老人家居住 另外人行道旁就是学校 族人也担心影响道路安全 由于采用的人孔蓋是玻璃纤维复合材质 具有高强度但重量轻不到10公斤 还有防臭功能一组要价1万多 而现在被偷走76组损失超过130万 工作也立刻使用三角锥跟扭则西护栏 暂时挡住东口并要求包商赶紧修缮 部落治安堪余 目前相公所还有包商已经报警 希望能将窃贼称职以法 综合报道